大家在野外碰到这种牙齿的天鸟一定要注意 它的这个大鳄穿刺能力非常的强 轻易就能咬穿我们的皮肤 看到这咬合力怎么样 不过大家不用为我担心 它咬破的仅仅是我的一层表皮 你们注意看 一滴血都没有出 所以我这里其实是不怎么疼的 除非你能拿捏到我这样 只让它咬破一层表皮 不然的话千万不要模仿 不然它咬到还是很疼的 这只口评音是乱入的 其实在我拍摄这只天牛的时候 它就一直在旁边捣乱 关键是它的眼睛颜色比较特别 所以给它一小段的出镜时间 再转回来说这只天牛 它是一只刺脚天牛 在我劈柴的时候 干中柴火里面劈出来的 所以它的翘翅颜色 会让你们感觉到非常的特别 感谢观看 这种类似于极光一样的条纹 只有在这些刚出生的天牛身上才看得到 在过一段时间 它落些灰上去的时候 就没有这么新这么亮了 最后再补充一下 大家可能会碰到的误区 不是所有的天牛 它都住在火树里边 像这只刺脚天牛 它就住在枯树里边 干 这就是它原先在的那个位置 只是在我发树的时候 就被迫让它提早来到了这个世界 去吧 带着我的祝福 去找别的母天牛交配去 来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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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